新北市政府为了解决五谷垃圾山的问题 13号在公所市举行了说明会 同时为了配合民众需求 将会在公所设立窗口 协助民众询问还有申请 五谷垃圾山自民国80年来 至今经20多年非法弃制堆垒 且受限洪水平原管制规定 而导致发展停滞 致使违章厂家林立的现况 新北市政府为解决问题 提出以福岛土地合法使用为目标的 扩大五谷都市计划发布前事办计划 并在108年7月31日 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拍板定案 今天在公所演艺厅举行说明会 我们今天来到五谷区公所 最主要是办理在五谷都市计划 在发布实施前的一个事办计划 那最主要是因为五谷的都市计划呢 它后续的发布实施 还有一些洪水平原管制 还有一些废弃物清理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在都市计划发布实施前 可以让五谷的环境变得更好 说明会上游市府各局处 针对申请合法相关办法 向在场的地主及商家做说明 日后还将有七场说明会 欢迎多多参与 同时为配合民众需求 将会在五谷区公所设立窗口 协助民众询问或申请等相关事宜 办了这个事办计划的这个说明会 那后续我们还会再办理七场的说明会 是希望透过单一窗口 针对新办事业计划 非独的变更编定 以及建造的这个部分 把相关的程序跟要办理的事情 跟民众来做说明 城乡局表示 事办计划的政策辅导业者 依法申请合法使用 并透过审查要求留社开放空间 及促进环境改善 希望在短时间内改善 五谷垃圾山的环境品质 并减少公共安全疑虑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五谷采访报道